关注何医生健康瓜哥 大家好我是何医生 糖尿病是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 那其实就是主要是胰岛素分泌不足 导致血糖过高引起的一个代谢障碍 那其实的糖尿病是可以提早发现 也是可以控制避免的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个 控制血糖或者说预防糖尿病 有很大帮助的一个食疗方 对糖尿病患者降低血糖有一定的作用 那这个食疗方案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准备五克的牛磅根 牛磅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它有大自然的最佳清血剂的一个称号 有一定的调控血糖和血压的功效 那第二个就是牛磅 它有含有的这种聚糖 那这种聚糖摄入以后 它不容易被分解为葡萄糖 所以升糖指数不高 牛磅中的膳食纤维含量 也是比较高的 可以促进这种胃肠的蠕动 有助于排便 有助于降低体内的胆固醇 病全可以减缓人体对糖类的吸收 经常引诱的话可以预防高血糖 青岛大学医学院 王春波教授 他的课题组就做了一个研究 随机选取了120例 这种单纯高血脂的患者 喝牛磅茶一个月 62%的收拾者血清胆固醇水平出现下降 52%的收拾者血清肝油散脂的水平下降 所以实验表明了牛磅对于调节血脂 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那我们经常吃一些牛磅茶 对预防高血糖高血脂都有很大的帮助 而高血糖高血脂它的一个发生率也会有所下降 那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根山药 先把山药的外皮去掉 山药它是一个性贫的 可以补皮肺肾三个脏都补 对于糖尿病也有很好的这种调理的作用 那山药的第一个 其实它里面的这种甘露聚糖 还有山药多糖对调节糖这种代谢 减缓这种血糖的吸收有很大的帮助 吃山药有利于糖尿病的患者 它的一个血糖的控制 那第二个方面 山药的热量也是相对比较低的 第二山药的热量相对比较低 100克的生山药热量只有57000卡 相对于同等量的这种大米 热量降低了50% 所以这种山药的热量比较低的话 它就不容易导致肥胖 肥胖减少了 那么心血管疾病就少了 这种糖尿病的人群 它也会这种发生率也会降低 那么第三个就是山药的生糖指数 GI值只有51 对于需要血糖控制的这一部分人群 吃山药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而且山药有非常的美味 可以煮山药粥 煲汤 蒸山药等等 有很多的吃法 那我们把山药跟牛蒡 导入这种养生糊或者砂锅中 然后加适量的清水 然后先大火煮开 煮开以后把这些浮沫把它撇掉 然后继续再煮10分钟左右 10分钟之后 我们这一道山药牛蒡茶就做好了 那这一道茶味道也比较清淡 可以全天代茶饮用 糖尿病长期以来的话 对于人体的危害非常大 可以损伤到多个脏器 时间长了会有很多很多严重的并发症 甚至威胁到人体的人们的生命 所以平时我们要控制好血糖 管住嘴 迈开腿 适当的喝一些牛蒡山药茶 对于控制我们血糖预防三高 提高身体的免疫力都是有很大的帮助 除此之外 有一些穴位 它对于辅助控制我们的血糖 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下面推荐两个脚上辅助控制血糖的穴位 对于控制血糖 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首先第一个就是燃骨穴 是圣经的信穴 燃骨 燃烧五骨 消这种五骨 它在哪里呢 它在内怀前下方 足周骨粗笼下方凹陷中 两脚双侧都要按摩 每天五到十分钟 对于辅助控制血糖 有不错的治疗效果 第二个就是太息穴 太息穴位于足的内侧 内怀后方 当这种内怀肩跟跟腱连线的终点 也就是说内怀最高点跟跟腱 跟腱的连线的终点处 经常按揉这一个太息穴 也对于控制血糖 也有一定的辅助的作用 到时何一生会把这个图片放上去 大家一看就知道定位在哪里了 那么最后要跟大家强调 就是睡眠很重要 不要熬夜 布里斯托大学的一项 超过33万人的一个数据表明 参与者都报告了自己的睡眠的状况 提交了血液的标本 分析结果显示 这些报告当中经常失眠的 喜欢熬夜的人 他们血型样本中 这个糖化血纹蛋白 它的水平会更高 更多的一些研究也证实 经常熬夜的人 相对于这种作息规律的人 他的糖尿病的发生的几率会更高 这主要就是因为长期的这种熬夜 会导致这种内分泌的一个紊乱 使人体的这种脂肪代谢 血糖的代谢发生异常 不利于血糖的控制 好了那今天主要就跟大家聊 关于这个牛棒还有就是山药 配合在一起的一个牛棒山药茶 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功效 同时分别介绍了这种牛棒 分别介绍了这种山药 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作用 那么这一个茶什么类型的人群合适呢 刚刚也提到主要就是有三高的人群 或者说想预防三高的这一部分人群 都是可以食用的 那么有什么类型的人群 他是不建议食用这个山药牛棒茶的呢 其实呢主要的一个情况 就是体内湿气特别重的 比如说他出现这种头晕啊 头龙很多痰啊 舌苔生出来 舌头生出来 舌苔又很厚 大边又非常的粘粒 经常又出现这种胸梦啊 肚子胀啊等等 这种类型的人群啊 一般情况下都是湿气偏重的 那如果是湿气偏重的这一部分人群 那么就不太建议和这个牛棒山药茶了 那这种情况下 想要去预防疾病的话 更多是需要去去湿 关于湿气呢 何医生也讲过很多很多期 关于如何去去湿的一些啊 视频也讲过如何去判断自己体内究竟有没有湿气 也讲过就是这个湿气究竟怎么来的 那么大家也可以直接去搜索啊 因得中医和医生湿气或者说痰湿啊 这样子去搜索 那这样子呢就能够搜到相关的一些视频了 好的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欢迎啊给我一个点赞 大家的点赞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那么同时呢也希望大家把这一个视频转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让大家都学会啊 这一个牛棒山药茶 还有就是一些关于控制我们血糖或者预防糖尿病啊 一些点子像最后提到的这一个一定不要熬夜 它的一个相关的33万人的一个研究结果表明 不要熬夜熬夜会增加糖尿病的患病的风险啊 把大家大家把这个视频呢转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让大家一起去关注我们的健康啊 学会这种控制血糖的一些好的方法 好的那你有什么其他想了解的话题 或者其他一些健康的疑问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下一期就讲你想听的内容 好的关注和医生健康报告课 我们下期再见